今天我和姐姐妹妹来到了乌来,这个位于新北市山区的小镇,是台湾原住民泰雅族的聚居地。 我们首先到了乌来泰雅博物馆,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,可以了解泰雅族的文化和生活。 在博物馆里,我们还有机会跳了一支原住民舞蹈,虽然技巧不是很好,但是真的非常有趣。 接着我们来到了一家杂货店,看到了一些有趣的吊牌,上面写着老公赚大钱,真的让我们忍不住笑了起来。 接下来,我们品尝了当地的特色美食,包括蜜地瓜、花生、香肠和玉米等等,蜜地瓜外表焦脆,里面却松软甜美,每一口都带着浓浓的甜味,让人回味无穷。 花生则是经过特殊的烘烤处理,口感香脆,让人一口接一口,香肠则是口感韧食,鲜味十足,真的是美味到爆炸。 最后,玉米则是严选的当地新鲜玉米,烤出来的味道香甜可口,让人一世难忘。 在乌来,还有很多其他的美食,比如当地特有的板栗、食品豆腐和山椒面等等,每一种都有着独特的风味,值得意识。 最后,我们来到了一家现场制作马鼠的店家,这里的马鼠真的是一绝,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非常的好,我们边吃边聊,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。 最后,这趟旅程真的让我们非常愉快,乌来的原住民文化,自然风光和美食都让人难以忘怀。 这趟旅程让我们更加喜爱这片土地,期待下一次再来到这个美丽的地方。